玩著腰步伐緩慢 老奶奶要過馬路 穿著棒球裝的小學生 出手摻扶老奶奶 後方叫車慢下來 像是等待又像是在旁守護 老人與小孩一步一步 踩好踩穩慢慢地走向對面 另一頭有另一名小球員 踢著大包小包 老奶奶的推車 也被他早先一步 推到對面等待 總算是將老人家安全護送 過馬路 小小球員這才安心離開 這一幕被直擊 超讚的 你好棒 請嘉獎 還有留言說 比考試比賽更重要的事 就是學會做人 當然也有人提醒孩子很棒 但最好走搬馬線 追蹤後發現 這兩位棒球小將 就在台中大雅 我感覺他走路有點不方便 然後就想說 那時候剛好是立登 就想說去幫他推推車 然後幫他扶過來 暴暖的敬老球員在這裡 他是擔任球隊捕手 與三壘手的張柯宏 與球隊夥伴遊擊手蘇雅各 兩人聯手 協助行動不變的老奶奶 順利過馬路 就跟他說 他腳好像很痛 要不要去幫他 然後他就說好 前往學校練球的路上 為了完成敬老行動 幾股小球員們都遲到了 其實教練全都看在眼裡 教育孩子都要 第一時間能夠幫忙就幫忙 兩位就讀六年級的 上風國小棒球隊員 他在日常的練球路線上 老太太的不方便 有了孩子們的挺身協助 就是因為記著這段話 學校有教 然後家長那些都有講 孩子們做出超暖的敬老一舉 三零秀朝聖章章軍動態中採訪不到